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当事人 我是浩阳 6月20号2015年环塔拉利赛 在新疆的河硕县拉开了站幕 这个中国顶级的摩托车越野拉利赛 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极限运动爱好者 而在这一次的参赛选手中呢 我们看到了一位久未露面的明星 任贤奇 这个名字对于现在的95后00后来说呢 可能有些陌生了 但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 我上学那会儿 任贤奇可以说是红透了全亚洲的顶级歌手 他的一首心太软 创下了当年华语乐坛的销售奇迹 那么如今呢 年近50的任贤奇 为何会出现在环塔的赛场上 而他的人生又有着怎样 如同赛车般的曲折传奇故事 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任贤奇 2015环塔拉利赛全长约5500公里 其中沙漠赛段占到了30% 本次的环塔赛事的长度 难度和强度达到了历界之最 参与环塔是在惊险 迷路 故障 限车 沙尘暴 高温 缺水 等恶劣环境中锻炼人的拼搏精神 和坚强意志的巨大挑战和重重考验 林贤奇作为赛车运动的狂热追随者 其实早在2011年就曾经出战环塔 却因为中途摔车导致肋骨骨折 不得不中途退赛 时隔四年之后 林贤奇带着没有能够完成的心愿 再次踏上了环塔的征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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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任贤奇因为要宣传新电影 加上害怕旧伤复发 暂别了他心爱的摩托车 用四轮全地形车参赛 虽然不跑完全程 但对于操作全地形车 不那么熟悉的小奇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而在比赛途中 在地表超过50度的恶劣环境下 任贤奇也遭遇了汽车传送带断裂 燃烧的减轻 而在本次的环塔旅程中 任贤奇度过了他的49岁生日 在这个知天命的年龄 任贤奇依旧保持着青春的容貌 健硕的身形 甚至连20岁的小伙子 都很难拥有的八块腹肌 刺激和危险并存的赛车 让任贤奇找到了真男人的本色 同时也找到了释放工作 和生活压力的出口 所以我觉得这行业 心理素质很重要 在任何阶段 还有就是 你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方式去减压 像我就是用比较极限的方式 我去晒车 我去冲浪 我去接触大自然 往我的任何户外运动 那是我的减压方式 有人说你的减压方式怎么更累 我说对啊 要用更累的方式 忘掉我工作的烦恼 因为我要专注在那紧张刺激的过程上 我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去学习 我会忘掉工作压力 1966年 任贤奇出生在台湾的张画 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 1949年举家来到了台湾 从小爱运动的任贤奇 并不是大家眼中的好孩子 1987年经历过几次失败的高考之后 21岁的任贤奇 考入了文化大学体育系 但他酷爱音乐 组建了摇滚乐队 在全台湾进行巡回演出 所以你开始为什么会入行呢 怎么样想到要去做歌手的是怎么被发掘的 其实在上吉他课的时候 我的吉他老师 去一家唱片公司当制作人 那他觉得我行还可以 因为我当时是长头发 玩摇滚 就比较像摇滚歌手的那种范儿 他去当制作人总是要有点表现 就把我带去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 在吃火锅的过程当中就签约了 签约之后 任贤奇并没有踏上一条坦荡的心图 他推出的专辑反响频频 随后被公司卖到了滚石之后 更是在后补席上 做了整整六年的冷板凳 他为什么签了你六年都没有发专辑呢 公司强降太多了 很多唱片公司当然是优先制作这些 有既定市场跟成绩的歌手 那我们就排在那个候补名单 在一开始那个唱片公司的那几年 然后到滚石之后的没发片的六年 是你觉得人生当中最灰暗的一段时期吗 也不算灰暗吧 比较低潮 但是我还是充满了希望的每天去学习 每天努力地找工作机会 我也当过主持人啊 换别人可能就放弃了 大不了我就不做这行就算了 干嘛要这么辛苦 我的人生这就是既然我做了 我决定要做了我要做到最好 我认为我还没有到最好 因为我没有机会 我没有 我还不够成熟 就在人仙棋快要放弃的时候 转机出现了 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小虫 看中了人仙棋的诚恳努力 决定要为他量身打造一张 全新风格的专辑 眼看就要三十岁的人仙棋 也已经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 如果这张专辑依旧是战绩平平 那么自己就去转行做主持人了 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心太软一心推出 就轰动了整个华语乐坛 成为了当年街头巷尾传唱的歌曲 成名要趁早 没有七老八十的新人歌手 真的不多 所以我当时 变旁往我的人生 我父母的期望 我朋友的关心 所以我唱的心太软 而且我唱超越了爱情的范围 我想到我的爸妈 我的朋友的关心 鼓励 我唱的角度比较宽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联系父母 这些老人家听了 哎呀我就是心太软了 我想到我的小孩 努力工作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 然后又希望他们好 朋友之间看到朋友失落 失恋 工作 学业 失败 都会心疼 又不知道怎么办 心太软 自己对人生的要求 又下不了恒心 心太软 心太软 心太软在全亚洲创造了2600万张的销售奇迹 而这首歌的火爆传唱也让人大跌眼镜 从90岁的老人到9岁的小孩几乎都会唱 甚至不少学者还针对心太软造成的流行传播现象 进行过分析 有人说这首歌是以极度生活化的口语 凝炼出艺术化的简洁 诸如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或者该放就放 再想也没有用这样的歌词 给人一种深有体会 且就在嘴边的亲切感 我觉得在当下的氛围 加上当时的中国在快速的成长过程当中 经济的起飞 大家面对未来 很有心想要开创 但是又有点彷徨的未知的未来 然后又 大家的心地又很善良 不想要下那种 太狠的手去得到他创造的利润 所以有些时候就可能是因为这样 大家的心地都存在了一个温柔的柔软 所以心太软能够扩散得这么快 然后这么地广泛 时隔近二十年 当任仙齐再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少了些许年少时的无奈与挣扎 多的是岁月静好的沉淀与从容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我要你陪着我 看着那海归水中游 慢慢地趴在沙滩上 竖着浪花一朵朵 抱红后的人仙齐没有迷失自己 天生踏实努力的他 在随后几年相继推出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浪花一朵朵 春天花会开等新歌 而这几首歌也迅速在全国流行开来 再次巩固了人仙齐的歌坛地位 我们会慢慢长大 我不管你痛不痛我在想什么 我知道有一天 把女孩一定会爱上我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 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除了一系列经典甜蜜的情歌之外 前前期也推出了一系列 以兄弟情为主题的歌曲 比如橘子香水 伤心太平洋等 会不会觉得你那个伤心太平洋的MV 拍得很有个性 脚本是我写的 是我小时候成长过程 就大家知道我是眷村长大 你身上也没有受过伤症 你跟别人打架脸上还没有流伤痕 我通常是别人脸上流伤痕 没有开玩笑了 只是眷村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一个什么生活形态 当年很多 有各省份去到台湾住在当下的人 跟当地原来本来就原居民 因为在语言上生活形态它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它有一些 就好像有点界限 那说有些时候跟别的村子有些生活上的门 一下就会打架啊 然后 伤心太平洋就是我小时候的伤伤痕 血绪方丈的男生就是这样嘛 一波还会平息 一波又来清晰 茫茫人海狂风暴雨 一波还来不及 一波早就过去 一生一世如梦初心 深深太平洋地深深伤心 从前花会开 鸟儿又在 经历了世纪初的繁华景象之后 任贤奇走在了华语乐坛顶尖的位置 但成功也一直伴随着质疑和批评 很多人认为 任贤奇的歌都是口水歌 曲调过于通俗和简单 很难听出他的唱功和技巧 可能一开始就一炮走红 然后红遍全亚洲 然后十几年来一直是被质疑 这个曲风没有改变啊 不停地重复自己啊 这种也会觉得 我也被质疑过啊 这不应该是质疑 因为建立一个风格是多么难的事情 曲风的建立 像我也没什么太了不起的曲风啊 我就是很简单很诚可 我问说你能不能唱别的 哪那么厉害啊 大家习惯你的曲风 习惯了你的方式风格之后 要再带来惊喜是不容易的 我也一直在努力啊 可是毕竟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所以这个乐坛才会这么丰富精彩嘛 随着唱片业的没落 华语乐坛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过 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 而周杰伦 王力宏 陈一迅 这些顶级歌手也在经受质疑 苦苦寻求着改变和创新 家里名字就叫黄鹤 山区绿山 雨后关东山岗 老老平外戏他没定法 要不担心突然有一天就是 观众没有那么喜欢你 应该会有观众不听的 不会那么在 在那么喜欢我 比如说像12生肖这种可能 我们看来会比较朗朗上口的 也有人说可能会比较难听说是口水歌 会为了银河市场去做一些改变吗 都是我当时喜欢的 然后只是说 音乐人都在成长 都在尝试 都在突破 至少我是这种心态 我曾经也说过我是不会遇到瓶颈的人 除非未来不知道怎么样 对不对 很难说 因为我至少可以肯定到现在的 我觉得我是不会遇到瓶颈 而且你要知道 这几个是横空出世的 划时代的人物 杰伦的那种K-pop R&B 还有那种中国风的曲风 然后包括力宏那种 那种比较多元化的那种 复合式的那种 那种编曲方式 再再都把这股音乐力量顶上去 就像武林一样嘛 总不能一个少林派独大 其他都不行也不行啊 要有武当啊 什么空童啊 大家出来武林大会的时候 整个华山论坚才会精彩嘛 尽管任仙琪近年没有亮眼的代表作 但事实上 她在音乐上的探索和创新 从未停止 2011年 她推出了国语专辑 神魔不信邪 从曲风和造型都十分大胆 加上强劲的旋律和霸道的歌词 勾勒出了任仙琪骨子里 不认输 敢冒险 有韧尽的那股劲 我知道小西哥就是对自己喜欢的东西 无论是爱好也好 还是事业上 包括唱片也好 一向是不计成本的 像你之前出的唱片也是超之几倍吗 说真的 像我上次制作专辑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唱片业很糟糕 制作预算 比起我当年最辉煌的年代 说减到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 的成本吗 但是像心态软已经是将近快二十年之前的 就那个成本 我计算通货膨胀的话 也是只有三分之一 是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次唱片公司面临了一个很艰困的年代 所以他的预算暂时给不出来 但是你最后花到八百万 是超之了三倍是吗 可是我觉得值得 因为都是我要交代出去的 我觉得 大家的信任度 我可能是八百万 我如果省了个 大家觉得说 你专辑出了这么随便 在我心中你是这个等级的 你怎么会降低到这个等级 那我演唱会可能也没人来看了 那我觉得 反正都是投资在我身上 我为什么不努力去把它做到最好 目前身为香港大乐娱乐公司老板的人先旗 旗下签约了包括罗大佑 苏永康 梁汉文 周立奇等顶尖的艺人 除此之外 他更积极投身各项活动 希望能够挖掘更多有梦想的乐坛新人 男生来说蛮有吸引力的 这是当偶像的第一个条件 眼睛应该会放电 吸引大家的目光 看你的外形其实蛮低眼 你印象是非常亮丽的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一直都挺有责任感的 包括去担任这种歌唱节目的导师 去选拔新人嘛 还有担任这个华语榜中榜的推广大使 去担任这样的一些责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在身上 可能我早期是在滚石唱片 他有一种精神的传承 以现阶段来说 我是比较有丰富资源的 我可能有演唱会 我有很多的赞助厂商 提供我表演的舞台 那我呢就把这个舞台跟我的后辈分享 让他们能够磨练 现在乐台有你比较欣赏的小鲜肉吗 你是说以创作能力的方面还是 你喜欢创作歌什么 但也不一定了 就是有你比较喜欢的吗 像XO啊或者是 XO也蛮欣赏的 CFBOYS这种更小 我很早以前就见过XO 都又高又帅又很有礼貌 看到我的 所以韩流为什么来势汹汹 我觉得它来自于扎实的训练 然后加上它 他们大部分的团 取的都是英文名字 另外他们的歌 大部分的副歌 都是用英文发音的 所以那些老外不懂韩语的 他们也可以跟着唱 跟着跳 而且他们的曲风 大部分是现在西洋乐坛 最流行的 Hip Hop 或是R&B 韩团的少男团体的语言能力都很好 他们在外国接受访问 都可以用流利的音韦 去跟他对谈 然后另外就是 他们的时尚结合很紧密 他们常常带去看一些时尚 的服装秀或什么 他们的眼界 他们的品位 自然而然都会提升 这也是我们要 赶快迎头赶上的 你心头又忙又哑 而且他已经死了 你不要胡思乱想 这事实上还有其他人等着你 唱而优则演的任仙琪 在影视方面也有娇人的成绩 除了心愿 夏日摸摸茶等 广受好评的爱情片之外 2010年 他更以动作电影火龙对决 问鼎韩国富川电影节以地 不过在电视剧的表演上 任仙琪似乎收到的 更多的是板砖 其中最受争议的 就是被众多网友吐槽为 史上最雷版的神雕侠侣 我因不愿多见旧人 因此戴上面具 你这么随随便便就浪费了一个心愿 岂不可惜 然后另外一个 你有一个影视剧 可能大家印象也非常深刻 就是《神雕侠侣》的杨过 因为正好之前 我们才去年也播了新版的 新版是谁 新版是陈晓 对 也会拿你们做一些比较之类的 对啊 大家 他一定会安心 因为大家都会骂我 因为他说 他不大都说我是 这个怎么办相最难过的杨过 感觉你们那一版会 整体都非常颠覆 就小龙女也是穿黑色衣服 杨佩佩当时找到你的时候 他怎么说服你去来演这个 当时我只是争取要唱主题曲 但是我很认真演 然后每次我想说 中毒就会画那种 清清白白的嘴唇 然后快死掉 结果每个人都说 我演的办相好丑 我说你不是中毒吗 而且我的歌 这么多版本 有哪个歌是被留下来的 小弟在下不猜我 妈 这是什么 你怎么拿姐姐的东西 这很重要 尽管这些年 任仙琪没有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但她的生活却像赛车一样 冒险从未停止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她忙于拍摄自己首度跨界 自编自导自演的爱情喜剧 落跑吧爱情 晚风景 红湖岸 白浪出沙滩 没有夜灵吹斜阳 只是一片海蓝蓝 跟讨论的时候拿出来说 你看谁谁谁 跨界派那部烂片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 因为毕竟我们是带着风响 去拍这 这个 为什么拍这部电影 是因为在几年前 我跟刘嘉玲小姐去了甘肃的山里面 去探访那些小孩子们 老师有教他们唱一首 《外婆的朋友》玩 然后他们可能刚好知道 我从台湾飞的大老爷去看他们 然后他们就 以这首歌来谢谢我 我就很感动啊 然后把两边的感情 好像很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好像电影 我在想说我要不要许个剧本 在落跑吧爱情中 任嫌棋期待可以通过温暖清新的方式 来传达爱的宣言 电影选当暑期 任嫌棋其实也在冒一个险 不少业内人士也在怀疑 在学生群体为观影主力的当下 任嫌棋和舒淇 这两位男女主角 年龄加起来快一百岁的爱情片 能在鲜肉市场杀出一条血路吗 像七八月份正好是学生暑假的时候 就有很多青春电影扎堆上映 包括最近又会有这个小时代四 还有包括何炯老师的这个枝子花开 他们的男女主角 可能年龄层会更低一些 就是小鲜肉啊 然后小花蛋这种 然后你觉得这部电影 落跑的爱情跟其他的青春电影比起来 它的优势在哪里 我觉得我拍的电影 其实基本上有点像心态软这种情感 它的跨度比较高 那只是说我在设想的是 我希望是男男女女 老老老少少大家都可以看我的这部电影 都能够感受到 因为爱情的方式每个世代可能都不太一样 面对的问题 处理的方式 但是大家对爱情的那种懵懂跟那种最初的冲动 是很纯粹的 就像对面女孩看过来 这首歌的跨度 他们说是 吓到刚会走 上到九十九 大家都愿意去唱它 为什么 大家都经历过那种对爱情的 除了此次合作的书棋之外 在大荧幕上 任贤棋也曾经和张博之 范冰冰 郑秀文 杨千华 大S 梁永齐等大美女合作过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任贤棋是圈内出名的好男人 和老婆Tina相识相恋多年 出道至今 几乎没有传过任何绯闻 但是好像小齐哥的形象 给我们大家感觉都是绝世好男人 我不喜欢这个称号 我只是演过王金导演的一部电影叫 绝中好男人 我演得很好 其实我的样子 比较像伤心太平洋 跟我演的大事件 但是你之前好像说过 感觉坏男人 如果做一件好事的话 就感觉 他是可以被原谅的 觉得这个男人还不错 但你演的坏人 大家也觉得 有他可爱的点在那里 还是觉得你是绝世好男人 所以我宁可我自己糟一点 大家偶尔发现 我做一些还不错的事情 就会给我鼓励 如果你讲得这么好 这么满 做一件坏事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人仙琪与太太Tina相识于大学校园 在此后的三十年的时光中 Tina一直默默地陪伴在人仙琪身边 陪伴她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 并为她生下了一儿一女 而人仙琪走红之后 也对妻子不离不弃 说真的谢谢Tina 你这么带我走过来 谢谢Tina 谢谢你照顾我们家有三个孩子 连我一共三个 我每次都觉得我没有长大过的感觉 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爱情保鲜秘诀吧 因为二十多年了 你永远不要以为你再拥有它 就当是还没到手的这样就好了 很多男生在追女朋友的时候 还没到手都是最殷勤的 一到手之后就开始懒了 所以我觉得把她当成是别人的 还是属于她爸妈的 这样你就会很有动力 还有就是该有的礼貌跟尺度都要有 不能使唤她 要去帮我放个洗澡水 那个是不是回来去煮个饭吧 这样不要这样 还是要请麻烦谢谢对不起 如今马上快要五十岁的人先期 已经是两位孩子的父亲 相较于年轻时的轻狂不羁 现在的他多了一份成熟男人的责任感 而除了陪伴家人之外 他对于生活和事业的探索 还有冒险也从未提前 玩赛车 做音乐 开演唱会 做导演 在过程中尽情地享受 并收获成长和快乐 我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歌手 在你的成长轨迹里面 我的歌声陪伴你 在你的记忆里面 有一个位置 是给我的歌 所以你不介意别人说 见到你说 小七哥我是听你的歌长大的 不会啊 我也要跟着长大 因为如果我还在当年 没有再进步的话 那我就变老古董了 对不对 听我歌长大 其实我也蛮幸福的 唱首的恋车 带着狐狸 看着你一段短的 越过却不留痕迹 眼中藏着 我向你转来听 望着你渐渐消失的声音 回首再见 我已飞了好远 飞过了翩翩的幽马在天 望着窗外越想越飞远 望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衝则 的想法 深思过 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